在合并分支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冲突 我们需要先去解决掉这些冲突 然后呢再去合并分支 下面我们去演示一下 手工解决分支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getcheckout 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然后呢我们再打开项目的index.html 去修改一下页面的标题 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document 修改成movitalk 保存一下再回到终端 然后呢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用getcommit加上一个a参数 再加上一个m 后面呢再指定一下这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修改index.html页面标题为movitalk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切换到 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用getcheckout 后面加上这个分支的名称 mobilefeature 拆开一下现在所在的分支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项目的index.html 同样呢去修改一下页面的一个标题 这里我们把document修改成movit下滑线talk 再保存一下 再保存一下 回到终端去做一下提交 getcommit加上一个a 再加上一个m 再去指定一下提交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修改index.html页面标题 为movit下滑线talk 我们可以再查看一下提交的日志 getlog加上一个oneline 再加上一个decorate 再加上一个all 再加上一个显示的数量 再加上一个graph 下面我可以试着去把master这个分支 合并到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用getmerge 后面加上分支的名字master 回车以后呢会出现一个冲突的提示 mergeconflict in index.html 在index.html这个文件里面 合并的时候呢有了一点冲突 那么因为我们在master 还有mobilefeature这两个分支的上面呢 都修改了index.html这个文件的一个页面的标题 所以呢在合并的时候 get并不知道我们想去使用哪一个修改 想要放弃这个合并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getmerge的后面 加上一个aboard这样的一个选项 或者我们也可以去解决一下这个冲突 我们回到项目的index.html 那么在这个文档的上面 get已经给我们标示出了 有冲突的一个地方 这个head和等号之间的内容呢 就是在当前分支上面的 也就是在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的内容 在这个等号还有这个箭头符号之间的内容 就是在master这个分支上面的内容 解决这个冲突呢 就是删掉不想要的内容 比如我们想要使用在master这个分支上面的版本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这个head 还有等号之间的内容给它删除掉 并且呢包含head 还有这个等号这两行代码 另外呢还有这个箭头和master这行代码 保存一下 再回过来 这里我们需要呢再去做一次提交 用get add 加上一个点 然后再用get commit 这里我们可以不用为commit 指定一个描述的信息 直接去回车一下 get会自动的去给我们提供一个描述 merge branch master into mobile feature 我们可以把下面的这个conflicts 这两个代码给它去掉 然后保存并且退出 输入冒号wq 插开一下日志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次有冲突的一个合并 感谢观看